嗨,大家好,我是选妹 最近很多网友都在问选妹 你为什么不更新视频的呢 也不经常直播了 说实话呢,第一个原因呢 因为我做自媒体也快两年了嘛 每天都更新视频 所以都没有什么内容啊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家就三个人嘛 所以说呢,太日常生活呢 白天我旅游去上学 我老公他去医院 然后我一个人在家 我也不知道拍什么 说实话现在那个很缺内容 我每天晚上都在想 但是我也想给大家拍的好一点的内容 不是说拿个手机乱拍嘛 所以说呢,没有好内容的话 我也不想就是随便拍 这样的话,我的账号呢 也会越来越不好,没有流量 第二个原因呢 从全妹在浪沙带货回来呢 我老公呢,他就感冒了 然后感染到我女儿 到今天呢,就感染到我 所以说我们全家都在感冒 全妹呢,也想休息嘛 还有多多陪孩子 然后陪他起作业 第三个原因呢 最近呢,我收到一个很好的朋友的消息 就是他在韩国那边脑筑血 然后昏迷了 到现在呢,还没有醒过来 他跟他老公呢 是中小一起长大 然后高中的时候呢 两个人谈恋爱了 后来呢,他老公去韩国打工 他在越南上大学 后来呢,他大学毕业后 他老公回来 把他借到韩国那边 两个人在韩国那边生活 然后生了一男一女 他的儿子呢 现在才三岁 然后他的女儿呢 现在呢,才三个月 上三个星期呢 他们一家人呢 还是很幸福 一起去吃饭 还有拍照 两个孩子都是很可爱的 然后简短时间呢 他突然就昏迷了 去医院讲究的时候呢 说脑筑血了 就做了手术 还有检查出来 心脏有问题 但是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醒过来 然后那边的医院呢 也跟他老公说 可能就这几天嘛 可能就这几天 他就走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呢 我就沉默了 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太短暂了 因为上三个星期呢 我还很羡慕他们的一家人 还开开心心的 两个小朋友是很可爱的 没有想到这个星期呢 过几天呢 他可能就要离开他老公和他孩子 离开这个世界了 所以说我突然觉得 有很多事情 有时候我们都不能料到的 所以说我突然觉得 没有任何东西 比家里人更重要 大家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嘛 所以我觉得 现在呢 我能花更多的时间 去陪伴我的孩子 我的家里人 我觉得是最正确的 所以说呢 这段时间呢 我也尽力花更多的时间 去陪伴孩子和我的家人 所以说呢 也没有时间去经营 我的账号和视频 希望大家能量解 感谢大家 一周一来 这周全美 我做的事 你能不能做到的事